今天的主要行程就是去表弟那里给他们包一顿饺子 然后晚上有9个人的量 9个人的量就是包到黑起 好现在出发了 新系的同学可以看到 这边放了一瓶半个月前的东方县 但是为什么要放在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放在这它是有作用的 其实放在这它是有作用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是放了一个电瓶车的充电器 放了一个电瓶车充电器 刚好这个位置放进去的话 能够防止这个充电器 防止这个充电器在起行的过程中 由于左右摇晃这个碰撞损坏 所以说这边放了一个空瓶子 看上去以为是我在喝水 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生活经验 一个小小的生活经验 小小的生活经验 出发了啊 出发了 现在已经到表地这里啊 说一下洗碗的感受 洗碗呢 这个的充实 我靠这块抹布 这块抹布是洗碗用的 这块抹布是洗碗用的吗 你用这个洗吧 这块抹布是干嘛的 洗厕所的 真的假的 这块抹布什么都擦 没事没事 有没看吧 反正都会沾水的 都是可以干净的 对不对 这种家庭多放一点时间 多放一点时间 对 这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承受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现在要出门买菜了 现在我们打个车去高沙地区啊 高沙地区 最大的农茂是大海 就像我们这种家庭 难道车都没有吗 哈哈哈哈哈哈 走走走 还有个温州大哥 还有个温州大哥 哈哈哈哈 又来了一个 嗯 哇 现在这边啊 是我们那个 加沙地区最大的农茂市场 高沙农茂市场 都化了 找一个卖面粉的地方呢 蛮小的 饺子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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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这边倒红一下 倒红一下 倒红一下 他 以前都做一样一样 但是 这一人 周末都 啊 几种啊 哪一种 这个这个 要卤的话 你卤 这个 16 16 这样几只吧 18 哇 这点冰药弄的 哈哈哈哈 一个小小的生活经营 什么家庭 一个小小的生活经营 哦 够了 那应该够了 那应该够了 家庭条件不会允许 哈哈哈哈 哈哈 可以的 这一锅卤了 差不多了 一个人的吃个两三个 几个人啊 九个人 九个人 九个人啊 包多少 我们包包饺子 对吧 我条件很好的呀 没包跟后腿都可以 对 我看一下 穿个我看一下油都 很好的 对 你觉得 九个人吃 一个人一碗 两碗 还是十几碗 十八碗的 你给我搞三斤好了 三斤好了 多了 多了 你等下 等下付了两下 好 一百二十元 好 猪肉 猪肉OK 十二条件 大一点小一点 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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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这不老的吗 不老的 老的 这搞一只半好了 多少钱一只啊 五 五 一只大一点一只小一点呗 对对对对对 两只都八 两只也多了 四 这个小 八十六块 八十六块 你妈 你妈 你那个好录像吗 对啊 要来个特写 哈哈哈 哈哈哈 不要火了 因为怎么说呢 在我们 不用做了 不用做 就把内脏放进去 反正像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好像做这种的话 都是你觉得 嗯 所以你们这样小伙 都是都是 都是 我们这代都是男的做了 哈哈 不一样了现在 对 时代不一样 好的 买完了买完了 多余的菜 多余的菜 还算多的 花了多少了 对对 看 现在搞定了 现在搞定了 先干嘛 先做先做饺子线 接下来我们先做饺子 先把这个买来的肉 把它碎一下啊 把肉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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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碎一下 把肉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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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一下 切一下 把肉碎一下 把肉碎一下 切一下 把肉碎一下 把肉碎一下 拿肉碎一下 咦 可以的 那我是不是要把这个 垃圾桶里的皮 把它捡住了 也行啊 这个皮炸一下也很好吃的 这个皮炸一下也很好吃 这刀工可以啊 我当山下来的吧 错了 我都没山下来 难道这什么东西 搅拌机 有小细节 就是有条件的家庭可以买一个 也不是很便宜五六十块钱 也不是很便宜 它太多了 脚不动 这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 手动的吗 手动的 跟舵也不去 电动的 电动脚的架上下 这盖子起过来 这盖子好像没起过 我忘记 这盖子 机器一想 王金万两 好的 先开个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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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肉 就变成肉泥了 看 就变肉泥了 很漂亮 很漂亮 你看 创下巴是一个人厨艺的平衡 我觉得这个肉要放在这个里面小 肉要放在这个里面小 肉要放在这个脸盆里小 把任何拍摄 放在那个里面小 您80 可以 如何 非常的好 葱 homage 葱 葱 葱葱 葱葱来 na 葱葱豆 葱葱醋 葱葱葱葱 葱葱葱葱 Cats 大菜 大菜 搞两个 大菜 搞两个 大菜 搞两个 大菜 交给你了 好 处理完了 放这边 放这好 先一口 黑管 大菜过两个 大菜过两个 像这种跟葱不一样体型的 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切法 还是当蘸料 要把这种刀皮拿出来 刀皮拿出来 刀皮 刀皮 哇靠 这他妈脚的真是 舌头之烂 想些上蜜 炸菜 这是炸菜粉炸 多了 我就觉得多了 肯定多了 加一点点啊 再一点 加油 加一点 吃可乐 加油 往里供 这个是我们当地产的一个料酒 非常的名贵啊 就是一般普通家庭是 很难去尝试这么昂贵的这个烧鸡 烧鸡点 烧鸡点 牛大一点啊 丢丢啊 丢丢 胡椒粉 往里搁 胡椒粉 往里搁 哇 你这有点 这十三香就这样了 王手一啊 这个调味料也是啊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 这个 比较昂贵的一个它的幼米 调味料啊 十三香 幼米 麻辣香 十三香 我不知道啊 反正我小时候吃那个 面条 吃面 就是白面 什么都不放 只放十三香 是吗 很好吃 只放十三香 料酒要多倒点 料酒是去腥的 去腥啊 普通家庭 普通家庭不建议是这么倒 比较可耻嘛 普通家庭不建议这么倒 我们这个是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这么搞 我们要尝一下这个肉 是咸还是蛋啊 怎么办啊 真实呀 小小的生活技巧 小小的生活技巧 哦 真的吗 尝一下啊 拍一下 填一下 工具人 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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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受 太难受了 这不是第一次吃新的 这边搞一个啊 韭菜鸡蛋三人键 那这个是不是还解快动 有什么特别快速高效的方法去解动 有的 有一个快速高效的解动方法 就是 那个 烧点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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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小的生活经验 小小的生活经验 一般普通家庭就不要尝试这种方法 普通家庭最好还是把它 慢慢的等它解动 毕竟它 耗没气 耗没气 普通家庭不建议尝 不建议尝 其实可以一开始把它放在 放在太阳底下 超温的水 这个如果说那个夏天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就很 夏天有一个非常低沉冷的办法 就把它放到太阳底下 晒一下也是可以 晒一下也可以 晒的时候啊 晒的时候 晒的时候 最好就是人 人也站在旁边看着 这什么情况 这可能会被 可能会被拿走 普通家庭啊 很难承受这样的经济减事 可以了啊 还行吧 还行 还行 好 下锅 哎呦 好 温下去可以了 你到底怎么拿出来 拿出来 拿出来 直接拿 就是这种 像这种 非常这种 黑漆漆的 很难弄的 很难处理的地方 就把漆掉 很难处理的地方 对 家庭条件 家庭条件 如果允许的 可以把它切掉 反正味道都是一样的 非常好吃 这是家庭的大面 非常的好 非常的完美 时间不能烫太久 烫红了都 烫红了 不准备过一些冷水 我想过一些冷水 对 这个东西啊 就是因为烫 哈哈 一个小小的生活记性 哇 这么有点多 有点多 估计脏不重 可以抽在一起 抽一下 可以啊 看到这个虾仁啊 他在旋转作用 下滑就是这样蛋白的 好 接下来是炒一点鸡蛋 炒一点鸡蛋 小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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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鸡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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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打扇的手法 可以学一下 小臂的走动 这个有十年以上的打扇经验了 嗯 炭鸡蛋 哎那有没有什么 有什么讲究在里面 炭鸡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诀 很多人摊不好鸡蛋就是没有掌握这种药领 摊鸡蛋有很重要的药领 一定要加油 一定要加油 油加的越多越好 当油多到硬质就不是煎鸡蛋 炸鸡蛋 炸鸡蛋的话就能充分的能够让蛋液和锅壁充分的分开 中间能够产生充分的空气 这样蛋液就不会粘到锅壁上 哇很香很香 这个炸鸡蛋不需要煎熬 炸热一定要嫩 还是煎熬 好好好 second round 煎熬可以 Richard 非常完美 非常 olha 非常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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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点虾滑 加一点虾滑 好虾滑 虾滑加入 我已经很饿了 很明显 很明显酒菜有点多 很明显酒菜有点多 酒菜有点多 没关系 我抓一下 哇 有点多 酒菜好吃 酒菜捣羊呢 捣什么羊 山羊还是绵羊 有些新系的朋友已经注意到了 我刚才到现在已经用掉了两个手套 成本也相当的高 成本相当的高 这个是平时我们煮火锅的这么一个锅 煮火锅的一个锅 好吧 比如说要炫耀什么 也不是说要炫耀什么 实在是 实在是找不到锅 这样子电火锅太多了 放的不用太可惜了 这样子量的话 一锅的量就加一勺也没拿 炫耀 盐适量 生抽 生抽适量 少许 少许 油啊 油适量 也只有这么多了 油适量 好的 然后这个 胡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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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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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又要大了这个 又大了这个 又大了 又大了 一个小小的生活技巧 一个小小的生活技巧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嗯 可以了 嗯 猫子 你们来个男友视角 这个猫子好好看 这个猫子好好看 这个猫子 整个男友视角 哈哈 我们来这里 好 我们开始包饺子 来 我们 我们开始包饺子 你来包饺子 你来包饺子 我包饺子 我包饺子 你们厨师是家的吗 没有 没有 你以后准备手包饭 我准备吃在外 哈哈哈哈 我是 更有所谎 我是懒得展示处理 不然今天让我做饺子 哇靠 求你展示一次 你展示一次我给你花个100块钱 那 你这东西 这东西你做饺子 为了这句话 好 开始包饺子 就这100块钱 这个觉得有点过分了 你就差点给你安排 漂亮 好 你就差点给你安排 对 你这包的是小龙包吗 这个 对呀 哇这个真的很厉害 这个怎么做到的 就是这样 就往后捏起来就好 就是这个有点裂开 我可以想用个样子 哈哈哈哈 他有点丑 嗯 可以 就这样子 小龙包的皮 应该不是这样 这就不是吧 出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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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各样的菜 没有没有肉炒 哎 肉炒有的 肉炒有的 这是 肉炒有的 出锅了 不时有点 肉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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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饺子肉馅了 肉馅了 可以的啊 我再看一下 过来放那边 哎 韭菜鸡蛋和那个 猪肉的混在一起了 应该看了 看了出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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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要吃掉 没事 牛逼啊 突然发现不押韵 尴尬 来来来来 放那边 轻轻搞一口 嗯 怎么样 评价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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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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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口闷 好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说中方名外人 这个很好看 怎么样 你出来说大目的 可以的啊 好 好